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它是没有戒指的 第二它是我们的生物识别 不用带手机 高效率 第三其实在用户的感知体验里面 它的安全性更高 因为它常用了掌纹加掌机脉 刷掌模式其实也考虑了 不同场景的光线的差异 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曝光的算法 能够帮助用户在这个场景里的顺利能通过 只要用户在取消阶线之后 我们的所有的数据都会清除 这里面其实我们会采用 现在比较成熟的安全技术 来保障我们用户的影子和利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